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八位新多帮球员面对史上最强的机会 他们知道唯有突破自己才能避免何态完成目想 在这样无比的压力下 他们的命运将会复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来关心我们的超级星光大道 今天呢照例的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超级星光大道收视率节节上升 所以说主持人刚走出来的方式是走错了 应该是音乐再来次 不好意思 欢迎主持人 这种有没有看到 因为收视率实在太高了 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参赛者呢 可以说是水准越来越高对不对 越唱越好听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 有我们潘玉文的杨宗伟 又加明峰等等 这么多的这个粉丝来支持 今天厉害啦 可以说是我们终极PK赛 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星光团里面呢 一共有最后的八强 但是还是必须有一位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那么呢今天为什么叫终极PK呢 因为在我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黑色蜘蛛人 黑蜘蛛团 看到他们连后面都是黑的有没有 也要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来者不散 散者不来 今天为什么叫终极PK 他们是指名PK 所以今天这一场风云忌讳的厮杀大对决 好看好看就是好看 今天的指名踢管赛 将由八名踢管军团 指定挑战八名星光帮场 首先呢先出来这一位 我们要欢迎侯小威 第一位挑战者侯小威 有着故事郑中记的柔眉小银 在之前的比赛中 还打败了星光帮强将安国正 今天他将指名挑战哪位参赛者呢 我们要指名的是 许人杰 等一下许人杰接受吗 OK啊 OK吗 许人杰请出列 在老哥指定赛中 学员杰的一首天上之间 伸手平身后 拥有飞誉轻般的清亮嗓音 更让人记忆心无法忘记 而同样具备完美嗓音的两人 谁能在第一场比赛中胜出呢 你吹熄了烛火 不再看我眼里的温柔 留下着一时沉默 此难看的灯泡 有爱就有伤痛 爱到尽头 就该放手 你说你不会难过 泪却已蜿蜒成河流 在夜色最冰冷的时候 我寂寞的心在漫肩游走 寻找一个理由 能将一切挽留 爱是如何伤了你我的心 爱是如何伤了你我的心 让人承认又被人放弃 拦不住你的眼泪 也不能拦住你的决定 爱是如何伤了你我的心 就有你我的痛 多年以后 你会不会 在夜色里也相信我 谢谢 好 好 来 侯少威的表现先请欣小琪讲评 今天还是很紧张对不对 对 对 因为听得出来你很紧张 所以呢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尾音呢 都收得比较草散一点 她的紧张也很特别喔 她不多不少就是一句 她也不会露一段喔 就是一句 这样 她好像觉得人生不要太圆满这样 还好嘛 但是今天状态是你看到她 算是好像比较放松的一次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先刚刚听了一小段讲评 接下来再来听听我们星巴克 首先派出来这一位 我们的这个163公分的 对不起 对 多少 163.8还是 没有啊 没有那么矮 好啦 168公分的许仁杰带来什么歌曲 《天使记录的生活》 掌声欢迎许仁杰 真的什么都别说 安静也是一种 一个呼吸就够 什么话也说太多 把现在的画面 留到老的时候 154.8还是一种 无影正在发作 你知道我爱你 回来的很久 甜蜜不必急着说 慢慢享受 你的是有嫉妒的生活 只要看你一秒 那些一万个心愿 都结化成一句 我爱你 就是那么爱 爱是一种不易 正在发作 你知道我爱你 回来的很久 甜蜜不必急着说 慢慢享受 幸福的生活 谢谢 许元杰的演唱 好 张宇老师请讲评 许元杰今天表现得比前几期好 但是你一直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唱完副歌的时候 在唱副歌的时候 在高音的部分的pitch会有点跑掉 然后你的声音有点薄 你也在换声吗 没有 上礼拜回去感冒 感冒了 然后你跟小薇的问题刚好颠倒 小薇是在前面的部分 在主歌的部分的pitch 可能太紧张了 所以比较不稳 那你是在后面的部分 好 马上来看看我们第一组 PK赛的成绩 侯小薇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请按灯 十一 十二 对 对